而不满北京插手香港的特首普选 由民众发起了占领中环行动 到今天已经迈入第九天 一开始呢 香港政府很强势 甚至还对抗争民众施放催泪弹 那就是让民众更加的愤怒 而且也扩大了抗争的范围 不过有人占中 也有人反占中 而且几天下来 双方爆发了多起冲突 甚至有占中人士被打得头破血流 而现在所有人最关心的就是 占中会成为香港历史进程的转捩点 还是最后会无疾而终 9月28号凌晨 战中发起人戴耀廷 宣布行动正式开始 原本罢课抗争也升级 民众纷纷走上街头 要大陆重启香港政改 但港府立场十分坚定 特区政府坚决反对 占中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 以违法的方式占领公共地方 警方会继续依法处理 宣布战中是违法行为 第一晚就寄出催泪弹及胡椒喷雾 但这些阻挡不了民众没有任何退缩 第二天晚上战中更是从金钟 扩道大湾仔以及铜锣湾 面对万人上街 港府依旧没有正面回应 10月1号大陆国庆 五星期在香港飘扬 民众则是在场外要梁振英下台 反对声浪一波又一波 梁振英还是冷处理 只说愿意对话 却没正面回应诉求 但接踵而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冲突 战中行动进入第六天 反战中人士也走上香港街头 两派人马发生冲突 学联批评香港警察故意放纵 反战中人士闹场 宣布拒绝与港府对话 但同一天晚上 梁振英首度提出要清场 紧张情势双方再度隔空对话 但战中人士仍要求 要民主真普选 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到了五号晚间 香港街头上出现许多便衣警察 气氛再度紧绷 原本外界以为警方会展开清场 但到六号清晨仍没有动作 战中行动要再持续多久 考验着双方的耐心与耐力 UJNTV王世凯 黄云成综合报导